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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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UTA TV OK 今天UTA就給大家拍一個VLOG 因為今天我要去弄頭髮 大家看見我們的頭髮太噁心了 所以今天UTA就約了一家由日本理髮店師傅 他是新開了一家店然後去做一下頭髮 應該到了 太噁心了這間頭髮 啊 應該是這家 對吧 啊 沒錯 是這個 好 進去吧 Bonjour 其實我沒有決定要弄燈什麼燕子 很多顏色都好像有時間不來 因為我在頭髮那些 飄過很多次 受傷還蠻嚴重的 不能夠胖 所以今天就不自然 然後可能說染一點點顏色比較深一點 只要讓他身體看起來恐怖一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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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Youtuber 欸~~ 欸~~ 很可憐 好 拍一拍一拍 很可憐 為什麼我挑了那個 好像故意的眼睛出來我開始飄了 好遠喔我的臉 剛飄完之後我就很棒 超級超級 不行 好嗎? 嗯 我想聊了 那就不要再拍一拍 小心 好嗎? 好嗎? 讓我走 我也想玩 好嗎? 好嗎? 太久 好嗎? 超級美 從來 好嗎? 太久 1 2 2 3 1 2 3 1 2 3 2 3 2 4 3 3 3 OK 那麼現在UTA就染完頭髮回家 但是可能大家看的這個顏色 室內跟室外的不太一樣 然後日光跟自然光也不太一樣 自己其實覺得還蠻不錯 就是我比較喜歡深一點的髮色 而且他給我剪了一個那個 瀏海就是有一點點 蓬蓬的空氣但是他其實 給我弄過但是之後我自己弄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弄得這麼好然後我今天還買了 一些產品複色的 一些產品化尾油跟一個 具油膏兩個加起來就是35歐元 他又給我送了一些 精油因為他說我頭髮 其實有點傷但是沒有 沒有說有這麼這麼傷啦 OK可能大家很關心這個價格 首先有一個地方我自己搞不懂 是我在國內的話他做頭髮 他是一體的嘛都是都包在一起 但我在法國今天第一次做 染頭髮跟票髮 剪髮他全部都分開 他剪髮是45歐元 票髮是60歐元 然後我染色的話呢就是80歐元 因為他說我這個是長髮 法國剪頭髮現在是第一次剪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法國剪頭髮價格 比較貴 因為我上次回國的時候就剪 就弄了有1000多嘛 我就覺得這也很貴 然後就想如果這邊是100多歐的話 那跟國內應該差不多 而且這邊是日本師傅我沒有試過 然後就想去試一下 我的頭髮是票過多次 是很糟糕的一個狀態 就上面這邊到這邊就是全黑 然後一直到下面就是幾層的顏色 就都票的全部都是退掉的顏色 我覺得還很恐怖 然後因為今天我跟他強調一點很重要的是 我不要一節節的顏色 整個頭髮你給我弄很完整的顏色 我說這個就是我的要求 我就要全頭都是一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那你就要票一下 他就說票一次就好了 上面這個地方是票過 這個到這個地方 也是有一點點那個漸層的顏色 我有朋友他之前也去找了一個香港的理髮師 他也說差不多這個價 180歐 190歐 漂髮也是算淺 然後漂一次是多少錢 漂兩次是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過來這邊染髮的朋友呢 就一定要問清楚 究竟這個價格是不是包剪 包染髮包漂 不敢找那些法國人開的是因為第一髮質不太一樣 我們跟歐洲人髮質不太一樣 第二 他們很少人會剪瀏海 這個是第一 因為我們的文化 就是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可愛的 就法國人他不太理解可愛的定義 他也不知道你這個 這個這個蓋是什麼意思 這個蓋 今天給他們選的時候 他們有些人就說 這個是法國人染可以染的色 他說如果你染的話你就要漂髮這樣子 還有跟我講 因為我本來也有挑一些蠻淺的顏色嘛 他們法國人就是說天生那種發色的話 他們就不需要漂 所以我就覺得 這超級超級好 好 那麼呢 今天節目叫做 如果大家一點點喜歡 烏塔烏塔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我一個like 然後叭咚叭咚叭 TV 那我們今天節目叫做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OK 那麼大概一周過後 我頭髮顏色呢 就是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一點點就養公上有一點點的紫 然後就是有一點 中 然後就是有一點點那個灰色的感覺 差不多這樣子吧 最後可能洗洗還會再繼續掉一點點色 對 油